各位朋友 Moi 大家好 Kiokoです 來到了今天我們會用兩個文詞 今天兩個文字是超簡單的 很快就 Σ�네 de tuimono wa 前面是ишьul 後面下來是 intro you wrote 表示ご意見是 notre比 是一個來長的話題 第一個是這裏 前面是一間名詞 後面是一間 就表示什麼什麼 是一個一般性的聚屬 大家看到這裏就知道說什麼 一般普遍供應的事實 就可以用這個文型 譬如這裏 就是戰爭是非常殘酷的 昨天說過 大家只要懂得不同的單字 將它拼起來就會明白 文型是什麼 例如mono是那件事物 拖腰就是講那件事 最熟那件事 所以當你整個文型拼起來 你就會知道原來是 在說的東西 的意思 好 然後第二個要說的就是 ya to ita 這個ya是括弱的 所以你可能不用那個ya也可以的 總之前面是一間名詞的 你可以是名詞加to ita 或者是名詞ya 名詞to ita 這樣的 它的說明就表示是這樣的 是表示舉例的意思 其實跟我們很早以前 M5Fan科學的文型 ya ya na do 或者是you na 那個意思是十分相似的 譬如呢 到第一句 日本人到來的時候 是 おはようや ありがとう といた 簡単な挨拶 すか 話せなかった 剛剛來到日本的時候 就是懂得說 早晨 或者是多謝 之類的簡單的韓圈的說話 應該大家也是 剛剛學日文的時候 就算學到M4 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只懂得說一些很簡單的說話 但是再學多一段時間 大概到M3 大家可以說的說話 就多很多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很簡單的兩個文型 分別是表示一般性的敘述 以及表示舉例的 我們明天再找其他文型 如果你要分享自開 可以去IG 如果你要看我的日本資訊 就去我的Facebook 我們明天再見 再見 拜拜 拜拜